Hello大家早上好,我是大胖兔,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早上呢,我先煮一杯茶,煮完一杯茶呢 再给大家聊一聊,想主要聊一聊我在英国经历的租房经历 就是因为我的一个网友,我也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看到没? 我试一下,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发现我的声音太小了 还有还有,今天早上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订阅者 谢谢你 我不清楚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但是,谢谢师兄 我给大家先说个吧,我特别喜欢喝这个茶 这个茶呢,在英国就是,它有一种淡淡的橘子的味道 比较普通的,你看后面它有橘子 就是把它泡一下,放进去以后泡上茶 待会我们再到屋里去细说 我还要做上我的豆浆 我喜欢喝豆浆嘛 我昨天晚上把它泡了一下 待会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泡上它就可以了 OK,反正就是泡上这么一会儿呢就可以 英国很多茶,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和中国不太一样 中国散茶多,这边就好像 我妈说,这种茶感觉好像就是茶的次等品 其实不是,英国的茶 英国的茶如果是散茶的话好像都特别贵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挺好喝的 有淡淡的橘子的味道 先把它放到这水槽里,不然那个 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牛奶 再加上一点牛奶 我不知道大家早上都吃什么 待会儿呢,我想煎一个煎包吃 我是从Costco买的 叫我台湾的朋友给我推荐 它真的挺好吃 说是日本最有名的那个煎包 等着中午饭呢,我就打算吃那个 然后加上一勺子蜂王姜 再把我的这个,叫什么东西 再把我豆浆给煮上 那么今天早上就可以跟大家录video去了 我是看的呢,我特别有感触 我昨天考虑了一下 我也给大家讲一讲我的经历 可能在海外的人 或者在一厢打工的人 都有过我这样的经历吧 这杯茶呢,就是有一种淡淡的 橘子的味道,给我感觉 但是橘子的味道不是那么重 所以我给大家强烈推荐 就是这个,我最喜欢喝的茶之一 再一个呢,再一个茶就是这个茶吧 这个茶就是南非的Red Bush 我还做过一个video有关它两个的 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比较好喝的,比较好喝的茶 我早上一般就是喝这个 因为肠胃不好的人建议你喝这个Red Bush 好像Red Bush是非洲的一种食物吧 疗伤的食物是不是 我还要做我的豆浆 我待会把豆浆给做上 这是我买的豆浆鸡 我还做过一个video 就是关于怎么做豆浆的 我现在呢,豆浆鸡呢,已经煮上了 你因为豆子呢,特别不好煮 喝豆浆对女生特别好 特别是过了40岁的老女人 就像我这样的 她就保护软潮啊 对,我想说我房东呢 我怎么又说这么多东西呢 OK,我反正,反正喝豆浆特别好 豆子一定要煮熟 煮不熟呢,它容易就是中毒 就和豆角之类的东西炒菜一样 一定要煮熟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哈 豆类的东西一定要熟 所以呢,豆浆自己煮不熟的情况下呢 你就投资买一个豆浆鸡 就可以用好长时间 我们来说一下我的住房经历吧 我怎么这么啰嗦 我怎么这么啰嗦 我一个小时之前就起来了 我开始用椰子油漱口呀 保护我的牙齿 洗了澡呀 我现在才啰里巴塑的 泡上一杯茶又刷了牙 啰嗦了 OK,我们进去吧 OK,我们回来接着说 我在英国经历的租房经历 我总结一下呢 我大体来说还是算 到现在为止 还是算一个比较幸运的人 如果你是来学习或工作 你的campus 你的大学校园里呢 应该都会给你提供租宿家庭呀 或者是给你自己去找 我当时呢 就是在伦敦 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 他们很多学ACCA的 跟我住在一起 还有一个南非的一个男孩子 但是我们处的呢 都比较好 就因为大家都是女孩 因为伦敦的房子 跟你讲很大很大 你好多人就一个人 租一间屋子这个样子 好多个人 当时我是走到二房东 就是走的一个广东的一个男孩子 我忘记他叫什么了 他就是手下呢 有很多这种二手的方圆 不是二手方圆 他租过来之后呢 再转手租给 再租给大家 我当时就是处的 就是特别的好 我还特别怀念 像沈阳的小陆姐 好像沈阳 北下面住了一个北京的 叫什么我都忘了 因为太太久远了 但是我就想到他们的时候呢 我心里就有一种 特别怀念 就是特别 哎呀 特别珍惜 也特别感谢 他们能跟我在一起 度过的 我人生中难忘的日子 我们处的都非常非常好 就是那南非的孩子 不太自觉 他总是就是洗了 我记得就是 他也洗了澡之后呢 不穿 因为我们都是女孩子 他不穿衣服 不是不穿衣服 他不穿上衣 就跑出来了 当时那个 跟我们住的那个 那个还沈阳的一个 叫奢的一个女孩子 他中文名字 我也不清楚 我们不问 就是不问中文名字 只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 他就经常就是 不穿 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他走 当时还联系了房东 就跟那个房东说 房东你能不能 把他换成一个女孩子 太不方便了 因为就是觉得 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大家都是女孩子 你怎么可能就是说 当然没有什么 中国的大陆夏天 也有光着宝的 但是总觉得就是 总觉得就是有点别扭 你知道吗 人家房东说 人家又没做错什么 又没有偷钱 又没有干什么 犯法的事 我不可能把人家赶走 这就是我在伦敦的感觉 就是说 回想起来 真是特别幸运 后来听到我认识的朋友 就说 他们在学校有租房 同事闹得不愉快 我真是想想 我在伦敦的时候 虽然说是比较苦 但是比较幸运 值得庆幸的 就是跟我一同租房的人 都特别特别的好 OK 现在我刚才看了 我刚才录的video 那个clip 露了一个大胖腿 太重了 把这垫子都做歪了 我现在坐姿端正一点 端正一点 省得大家说 我坐姿不端正 我在家里就是 OK 说到哪了 对 说到那个男孩子 真是说又没犯错 也不能赶他走 但是我想到他的时候呢 真是我感觉到 就特别温暖 也特别是在伦敦 有的时候过中国新年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一起包饺子 等着我 因为我不清楚 大家是不是北方 我们北方人 中国喜欢就是吃饺子 吃饺子蒸包之类的 他们因为 你像沈阳呀 我北方 还有这个北京 我们都吃的都差不多 就是楚德想的 特别温暖 现在回想起来 然后后来呢 我第一份工作呢 是做的buyer 我就是一个英国公司 做这个buyer 就是购买者吧 就是他把我放到中国呢 去给他组织这个集装箱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中国广东 广东省有一个赫山市 还有大雁山 还有东莞 我记着我当时去的 去广东的时候呢 他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 很多很多的工厂 给我感觉有特别特别特别多的工厂 在东莞那边 什么灯室啊 什么灯呀 圣诞的灯 还有那个圣诞 真的圣诞树 因为它的那个基地在苏格兰嘛 真正的圣诞树下面 就是把那个树 钻上一个洞之后呢 把它那个四脚的 那个架子叫 heavy duty four stand heavy duty three stand 这种东西呢 都是在我们中国做了之后 再运过来 运到英国来的 运到英国来之后呢 就放到这个 做wholesale 就是放到 放到这些 garden center呀 或者再卖给 转手卖给别人 是这样子 我就觉得 说到苏格兰 对 这以后这工作再说 苏格兰呢 给我感觉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美 因为呢 苏格兰 我到苏格兰之后呢 我的房东 他是这样 他自己拥有一个 semi 一个semi house 就是一个 就是两个房子 连到一块 他自己呢 住 住这么一半 然后给我呢 住这么一半 我自己又租了 他的这么一半 这个老太太呢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我还有奇葩房东啊 先 我这是 慢慢说 这个苏格兰的房东 当时呢 他就有一只 大黄狗 叫 Golden Labrador 是不是 大黄狗 那种金毛 金毛 有一个金毛长的 他那个是短毛 就 他每天早上都爱 跑到我那里去 因为我吃早饭 我特别喜欢吃 Bacon呀 烤sausage之类的 他就闻到香味就去了 不是去看我 那个狗呢 就是去想东西吃 但是我呢 从来不敢 随便给别人的宠物吃东西 就是怕 万一别人的宠物 就是说 吃了你的东西 吃得撑 大胖子 或者是坏掉之后 肠胃坏掉以后 那怎么办 就没法交代 就因为这个狗 我跟他呢 就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有的时候我的房东呢 这个苏格兰女人 这个老太太呢 他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呢 他的老公好像是坐花园的 就是经常不在家 给我感觉 他呢 有两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呢 住在那个澳大利亚 就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所以基本上 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都住在澳大利亚 另外一个儿子呢 跟他住在一起 但是呢 说也很少的 很少的见面 苏格兰老太太 特别特别的好 他给我感觉呢 就是我 从我认识的苏格兰人来讲呢 我遇到从苏格兰 移到英格兰之后呢 遇到的这个奇葩房东 我找他 完全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女人的女房东 我才找的他 他的家呢 是政府救济房 就是政府救济给他的房子 这倒没有什么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 政府救济房呢 是不允许你 因为你这个房子 本来就是政府救济给他的 就不允许他 以盈利的 以再拿出去赚钱 这个我并不知道 所以当时我去租的时候呢 就交押金呀 还有交房租 他就给我提了一个条件 就必须只给他现金 那么他就说 每个周的周 每个周的周五 还是周六 就必须 必须就是十二点之前 给他现金 这倒没错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就是 怎么说呢 也确实是我的错 我就是忘了 有的时候回去之后呢 忘了给他 他从来都不给你钥匙 奇葩不奇葩 他奇葩不奇葩 你住别人家的房子 他连钥匙都不给你 他没有租过房子 他就可能怕你会偷他东西 哎呀妈呀 我的妈呀 简直没法说 这个奇葩人 他呢 政府救济房不说 他拿着 拿着去盈利 后来当时我朋友说去告他 我不会去告他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很穷 就是希望能挣点钱 我知道告他的话呢 政府会去查他 但是我觉得这么做呢 我会于心不安 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就是我就觉得心里很过意不去 我不会去告他 但是他做的呢 确实就是非法的 所以他不肯收支票 他不肯让你银行转账 他所以给我提的要求是 只能给他现金 因为现金他查不到呀 他到时候花掉啊 或怎么样子的 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就说 我会忘记给他钱 回到家里吧 比方打一个比方 七点多的时候 他就会说 他说 你去银行没有 我说 我就说 没有去 怎么了 他说你应该今天给我钱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了 我说明天早上再给你好不好 因为当英国冬天了 四点就黑天了 天完全都是漆黑漆黑的 漆黑漆黑 啥都看不见 那时候你再出去给他上ATM去取钱去 那明天早上我再去取不一样吗 尽管我的合同上 走那么远主要是 哎呀妈呀 我说我给你支票 我给你一个月的都行 他不要支票 银行转账也不行 就必须要现金 这不我就说嘛 就因为他不允许 还有更奇葩的是 那么小的一个房子呢 他养了三条狗 又也是个金毛 但他的金毛就不如我苏格兰的这个金毛 我就觉得动物随主人 你的主人不好 他整天朝他的狗大喊大叫 用那个F word整天就开始骂 而且他邻居呢搬过来一天 他因为他的两个狗呢就互相互相叫 他两个就第一天就开始打架 他每天早上就是都开始就是大喊大叫 我当时有一个同学叫辛迪 我特别好的好的朋友 他住在伦敦 他来这边跟我住了一天 我跟你讲 他是我的好朋友 自从他辛迪走了伦敦之后 我很久都没有去伦敦 因为我一到伦敦 我就想到我的小陆姐 Shirley 还有我的辛迪 我的这些挚友们都不在了的时候 我有一种 我知道我应该很成熟 我都四十多了 但是我就是觉得有一种很 很很怀念他们 有一种就是一到伦敦就想想 辛迪你在哪 就有这么一种感觉 当时我在那个移民英国要注意的 事想第一集 我提到辛迪为什么回国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就因为他的护照被查了 他是十年嘛 马上就拿永居了 哎呀 我以后再给大家说 先说这个房东 为什么气死我 正说到这个奇葩房东呢 回去剪辑视频 发现没按键 重新动 这个奇葩房东呢 他冬天没有钱的时候 他省钱 他暖气都不打开 他那房子上都有绿色的毛 长的那些毛 我交了钱了 你凭什么不打暖气 再一个呢 如果我出去玩 英国经常下雨 一天能经历四季 他连衣服都不给我收进来 你给我规定一个周 只洗一次衣服 那我的衣服被雨淋了 我不是重新再开 你给我收一下就怎么了 就这样的事情 他都不肯给你做 还让我早上去给他遛狗 英国遛狗是要给钱的 再说他那狗那么不听话 我为什么给你遛狗 我早上也急着去上班 就说这个奇葩房东 我的妈呀 你要是不给他钱 我连饭都买不起 我连黄瓜都吃不起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 他的那个 儿子的女朋友比较好 尽管他17岁 他生了小孩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女孩子 他挺甜美的 这个坏房东吧 但是对他感觉不错 但他也不行 这个女孩子也不喜欢他 他给他看孩子 给他做饭什么的 但是我就觉得 他缺少一种 对待别人的一种善心 当时呢 想买一个打印照片的 这么一个机器 我的照片 我又不需要打印 我凭什么给出一半的钱 就好像你买个洗衣机一样 我还要出 我又不需要 我说我不打印我的照片 你不用说你打印照片多好 你有钱就买 买不起就不买 而且更可气的是呢 他有一次问我 他说你在这住的开心吗 我说还可以 结果第二天呢 他就说 那这样吧 我每个周再给你加 十磅钱的房租 我当时就火了 我认识你这么对我 你这么差劲 还要 我当时还没有找到 下一个房源 我就跟他说 你的房子我不住了 我要搬走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其实这样做呢 是非常不理智的 你没有找到下一家 你就怎么可能就 但是我当时实在是太生气了 我就说这样吧 他说 他就真的气得真的就在发抖 我就能看住他 因为他很需要我这份钱 只有我这样忍受他 还给他现金 对不对 所有的邻居他都跟别人闹 班上第一天就跟别人闹翻了 整天大喊大叫 吵狗也大喊大叫 他儿子的女朋友也不喜欢他 哎呦天呐 他居然敢找我的房租 我就说我不住了 我就搬走 他真的当时气得就已经在发抖 他气得 我当时还记得 真的是记忆犹新 他气得多 他说 你不是说住的还可以挺好的吗 我说我现在要搬走 他爹 他昨天问的我住的还怎么样 第二天要涨我的房租 我在这住就不错了 我在这里住真的就不错了 也幸好当时没有人举报他 如果有人举报他的话 政府也会去查他的 你的房子就不允许往外租好不好 然后当时我上班单位呢 就是有 我后来在讲 我在针灸店呢 这时候 有一个做这个针灸的这么一个女的 说他的 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呢 就是死了老公之后呢 也在找这个房客 然后呢就把我介绍过去 我当时真的比较比较幸运 而且这个房东 这个英格兰的这个老太太呢 跟他真是就像苏格兰的人 正常人一样 他就比较孤独 就拿你当家人 就是像家人一样对待 而不是住政府救济房 他确实就是穷的 吃不下饭去 就是就需要偷偷摸摸地 挣这份钱 而我说的 这个苏格兰房东 和我现在在找的这家房东呢 人家就是说正常人 他就是想找一个人姐闷啊 或者房子就是空着 再赚一份钱 你就感觉到完全不同 他呢就是比较相信 这个Crystal Healing 就相信这些水晶能治病啊 他就比较 他不是信宗教 他就相信这个Healing Energy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还没有搬进去之前呢 他就做那个Meditation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中国白胡子的老头 他说那个老头是我的Bedding Angel 是我的天使 他就说这个天使告诉他呢 会有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会搬进去跟他一起住 我就觉得比较神秘 我去了以后呢 他真是也是对你比较好 他做一天的饭 我做一天的饭 我们两个轮着做饭 在一个每次他有遇到的电视节目 我跟他一起吃饭 因为你能感觉到不同 就是人善不善良 对你好不好 你都能感觉得到 而且呢我们的衣服 一起洗要好 他都会 有的时候我在忙 他都上 他都把我的衣服都真的都运好了 让我感觉到真的 人和人的素质 真是差别太大 运好了之后 也是他 他也是要 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 整天 他儿子 他是这样 我简单介绍一下他 他的老公呢 跟他非常的相爱 就是第一次的这个love 他俩就结婚了 但是他的老公非常不幸 他们家庭呢 就是有皮肤癌的这种的遗传 就是爷爷也死 老公的爷爷也死于皮肤癌 爸爸也死于皮肤癌 他也死于皮肤癌 他老公呢 以前有一个出版社 好像就是说挺有钱的 他后来因为他儿子呢 在好像在reading这边读书 他比较长的一个故事 长话短说 他又结了二次婚 结了二次婚呢 这个人是一个开火车的 就经常的喝醉了酒呀 打他 打他的儿子 他又和他 又和这个老公又离婚 反正就是把以前的大房子 就是又供孩子读书什么的 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所小一点的房子 他后来自己就比较闷 儿子又在外边 对 他的儿子还要介绍给我 你更别提多好笑 过了几年之后呢 发现他的儿子 已经在外边跟别人生了孩子了 通过联谱网站 找到了他的 找到了他 就是他的大儿子 这个小儿子嘛 找到了他的大儿子 他才知道 原来他要介绍给我的这个儿子 我跟你讲 已经跟别人结婚 没有结婚 已经生子了 但是呢 他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提到这个苏格兰房东 还有英格兰这个房东 我也是心怀感激 就是觉得呢 是特别特别的感激上帝 能让我认识他 我虽然是不信仰宗教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比较spiritual的一个人 他呢 对我好 我跟他相处的也非常好 他经常就说 他说 哎 今天早上大胖兔 我看到长顶路了 嗯 我想英国哪里来的长顶路 原来他就是 民私的时候 放着音乐 他自己 dream的 想到了一个长顶路 但是他是非常非常逗的 人是非常好 但是人也是有各种各样 我就觉得他比较逗 然后呢 他就 我想他有可能是想 让我跟他一样做民私 他说 你看你也是一个 非常有spiritual的一个人 他说 你没看我坐在他家里 真的他家电视 就是自己就打开了两次 他说那是spirit打开的 我想他设定好的吧 还有那个收音机也是 就忽然就唱起了 那个他放的那个cd 就是那个meditation的那个cd 就忽然就自己放起来了 两次 我觉得是他设定好的 他说 我说就你设定好的 我说不然他怎么可能 我自己坐在那里 就忽然就想起来 就开始唱那种 很放松的那种meditation 就像瑜伽式的那种的音乐 但是呢 他就跟我讲 他就说 他知道我的guiding angel 是一个中国的 一个白胡子的一个老头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 就包括我呢 我到了公司以后 到了一个新公司 针灸店一样 我比较幸运 当时我还不会坐 我一天的业绩 卖到了他们三四天的业绩 我觉得确实冥冥之中呢 也是有神灵在帮助我 我是一个比较 比较走运的一个人 当时我的老板就傻眼 发奖金的时候 直接傻眼 他说啊 他新来的 什么都不会 他为什么连着 就是替别人休假的时候 当时那个前台 是因为拿业绩嘛 基本工资也有提成的时候 他把所有交钱的 那无可厚非啊 病人本来就是他的嘛 他就只给我约了一个病人 而且那个病人呢 就是说 就是也不去疗程 也不买药 但是没想到 我哗哗的进新病人 哗哗的进新病人 我也没说 人家就买了 我觉得我真是特别幸运 我想一想 总结我自己来说呢 遇到的人 大部分呢 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 后来呢 我就遇到 在英国遇到我的老公 我这后来以后 我就觉得呢 大部分来说 对我来说呢 我还是比较幸运 比较lucky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好人 会有好报 但是你当然自己呢 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然后也注意 说到苏格兰 我的同事也是 他们有的时候 还拿我开笑话 他会说我是 我是这个女童 他会把一个 他会把这个 因为当时我没有交男朋友嘛 我不交男朋友 是因为我觉得 有些人你没有感觉 你看他第一眼就 哦 就这种感觉 他约你出去 你肯定不想出去 你不出去 也没有找男朋友 就不代表你是女童 但有些同事特别可恶 他就买那种女童的那种杂志 女童又不是犯人 又不是小偷 又不是强盗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我不是女童 他就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说要送 他就写上是给我的 是给我女童 我才不管你 我拿回去 我烧了 我扔了 我管你 我让你浪费钱 我气死你 所以说 你也可以看成侮辱 你也可以看成他就是调皮 所以呢 你不用太上心 如果你在生活中 遇到像我这样的事呢 在海外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呢 你只要不是一个坏人 我相信呢 会有神灵保佑你的 抬头三尺就有神灵 你要坚持下去 跟病魔做斗争的朋友们呢 我相信有一天呢 你只要坚持下去 不要气馁 就好像学习 学业遇到困难 人生遇到困难 这都是正常的 就像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故事一样的 希望我不要太啰嗦 我又要语无伦次 我老公说我像那个鸟 你给我一个镜子 我对着镜子能说 能说一天的话 我感觉我现在自己现在就是这个样 但是我现在有听众不一样 我感觉到了 OK 今天就简简单单 就说到这吧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加油 一起努力 一定会看到成功 有神灵保佑我们 OK 下次见 我是大胖兔 拜拜 See y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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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